继续逆天奇案 大家就期待GiGi出了两分钟就结束了 里面也充满了一些设定 就是被黑社会没有恐吓被邀约开演唱会 但拒绝了 这些桥段也蛮似人相识 过往当年不同 后来收匿名的恐吓 于是引起警方的保护 谁知道原来是黑客来吃了他的车 乱撞痛的轻轻轻轻轻轻 后来查案的部分也提到一些CJ字眼 未知是否想暗示某些东西 CJ找到片段最终是破案的 找到黑客出来的 这是一小段 应该不会再出现了 GiGi就是完结了 他这个小单元 于是来到今集好看 马上龙头棍争断 还会看到林景晴 似乎从这个剧照画面感受到 他是里外不一 因为他是姜大卫的儿子 应该在里面释现 姜大卫释逢做手术 上集刚刚已经出了场 可能在爸爸面前乖乖 可能是斯文有礼 但是爸爸不在 就是空神恶杀 甚至可能相当残暴的人 后来惹出事 闯了和 龙头棍好像是情婦 不知是收藏了 就临登基之祭 即是胶盘 爸爸因为身体有事 胶盘 他出了一些状况 就是龙头棍不见了 于是又要找 看看怎么找 又是龙头棍又是欠错管 似乎那些社会桥段 都离不开 习威廉就是他对家 一个对头人 似乎是他在搞鬼 又是一个新造型 挺期待大家挺喜欢林景晴 过往他演不同的角色 即使可能只有一场戏 两场戏都演得很尽力 尽力去演好里面的角色 同样就是舞图 张永康受访时也说 特别花了很长时间 去研究这次新角色 虽然是同一个叫魏梓乐的人 但因为他的脑子有事 严重创伤了 要花很多时间揣摩和研究 如何设计哪个演发 他提到没有参考任何其他人 的确是看到的 他是有些心思 希望设定到一个原创角色 和第一次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 确实有些难度 挺好的 初步看到张永康 因为他上季扮演的副二代 其实扮演得不像 而且里面有些投射 现役的某个副三代 又是玩电竞 又是搞战队 所以可能他有些圆形投射 令他没办法太原创 去演到里面的角色 但这次你不能参考 近次有什么角色都是难找的 这里就是林景晴 回来就是他应该是登基大典 总之是为庆祝他将来做坐管的派对 陈展霸带带队来查查他 去打烧他的气焰 还有这边女首富两季都出现了 但现在似乎周身矮 在案发现场还开枪 射死了一个Headshot的杀手 似乎他没有了 但这部剧两季都提供了一些大屋豪宅 尤其是麦玲玲自己住那里 要是去扮女首富 而且自己也豪装了很多衣着 一个单元里面穿绿套衣服 全部是自己的私火东西 另外那些饰物 不知道是有赞助还是什么 总之说是过千万的 去带那些饰物 金器 珠宝那些 相当认真的 这个就是挺有趣的 蜜玲玲就两集 应该没有他的气愤 这次 原来还有巴金的黑人 库商也大有来头 就是威尼斯高层 威尼斯人的高层 那边 过往也是招待过很多歌手 有相当多的明星合照 这个应该是真的 这些没得架 但很久能找到 这么晚了的背景 这些人物 可能也是顺便借一间大屋 来拍摄一下 对吧 对的 他们很多的 很多时候都要借大屋 有时传媒也有时研究 这间大屋来自哪个 哪个 由哪个哪个借出来 常常都要靠这些 去帮一帮忙 靠不同的人 其实 另外 又是大家很关注 原来就是这个 僱傭兵杀手 原来大家都 即是 人气都增加了 大家增相研究他 其实第一季 又是类似有这些 鬼鬼地 找了Ano 来做的 今年 反而找回一些 鬼佬 可能鬼佬真的入阶入阶 是巴士顿 这个 就做过拆弹专家 都没有遗意 可能他戴了那些面罩 认不了 拆弹专家 我都看过几次 重看几次 都试过 其中他看过一套 但没什么印象 因为一群的僱傭兵 可能其中一个 又戴了蒙了面 真的不知道 认不了 又拍过飞虎系列 那些剧集里面 飞虎系列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这个 那些人就说 哇 他超英俊 什么 什么 所以暂时来说 作为这个 品牌的一个剧迷 暂时 我自己来说 还未这么个人 有些观众说 第一季没有看第二季还好的 但我觉得 如果相比第一季 这样投几集 我就觉得 好像没有第一季那么好的 现在只能够 继续观望下去 但是那些花水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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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串 那些 配襯 全部 挺充满 不同的 noise 其实 这一系列 说了很多个 都是这三集 一些不同点缀 其中 不知道会不会 因为第三集 引起多了收视 还有坊间流行了 一句slogan 又是 令到Gigi多了一句 专属语 就是保护Gigi 看下来会不会在线下活动 叫一下这些口号 保护Gigi 就是这样 这一部分 虽然两分多钟 但粉丝相当满意收货 因为好像一个真语剧里面 真实和剧奏里面 有一些真真假假的交替 都形成一个挺有趣的一种效果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是Gigi 然后他又扮演一个Gigi 然后这个Gigi 进了一套剧里面 又会被黑社会恐吓 又说收匿名讯 然后被恐怖袭击 大家会知道这些是假的 但是这样亲亲家家投入下去 那个观感的冲击 又是挺有趣的 挺奇妙的 这些是将来需要不断加入下去的 其实在剧集里面 Crossover的不同 其实以前黄晶已经是最成功 他拍完《赌神》之后 就有个赌性 把赌神放在赌性里面 后来再有个赌盒 赌神赌性一次过都进去了 甚至后来黄晶不同电影 也有时候会加回他自己的创作 在后期不同电影里 这些是挺有趣的 今集我们来到先下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 记得按个订阅支持一下下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